据悉,阿联酋的多艘邮轮,在傅柴伊港发生剧烈爆炸,不仅造成大量原油泄漏,而且还严重阻碍了阿联酋对全球各国原油的正常供应。 据悉,傅柴伊港是紧邻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进出港口。 周边多个海湾国家的原油,都需要从经过这些通道,疏往其他国家。 阿联酋副查医政府,事后公开发表言论,否认了这一事故为强力爆炸,并表示港口的各项工作,都在正常运转,并没有因此停止。 但在第二天外交部又对此事作出回应,称这些邮轮都是在阿联酋领海附近,遭遇恶意破坏行动。 虽然并未存在人员伤亡,可是对今后的原油出口,将带来巨大的隐患。 从美国宣布对伊朗的制裁开始,两国在波斯湾海域的战斗就已经打响。 美国不仅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,切断了伊朗的原油出口这一经济命脉。 而且还出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,穿越苏伊士运河,并部署在波斯湾。 另外下令将B-52战略轰炸部队,也部署在与伊朗相邻的乌戴德军事基地。 在经济和军事上,给予双重打压。 目前,伊朗国内局势相对混乱。 经济体系也开始出现动荡。 但伊朗总统鲁哈尼仍表示,不愿对美国作出妥协,并在国内下达进入战备姿态的指令,准备迎接美国今后的挑战。 另外,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主要原油交通要道,鲁哈尼也下令让伊朗革命自卫队部署更多兵力,将这一海峡,进行全面管制甚至封锁。 这样一来,和美国站在统一战线的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,将难以继续从这一海峡输出原油,只能通过复查伊港。 这对美国的战略,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此次在复查伊港的阿联酋邮轮爆炸事件,不少中东国家将目标指向伊朗,认为伊朗是为了进一步切断其他国家的原油出口来挑衅美国,从而达到让美国妥协的目的。 但伊朗议会发言人贝赫鲁兹内玛地,在面对媒体的提问时明确表示,在阿联酋海岸发生的邮轮预袭事件和伊朗毫无关系,甚至声称这是以色列的恶作剧。 虽然贝赫鲁兹内玛地,并没有指明以色列是发动这场爆炸袭击事件的凶手,但从其言论中,确实暗示了和以色列存在巨大的关联。 而其背后的目的,也很有可能是与美国联手来挑起其他中东国家对伊朗的仇恨。 以色列作为伊朗的头号敌国,虽然在地理位置上,两国并不相邻。 但近年来,双方的矛盾冲突,从未停止。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,甚至曾公开表示,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。 在上世纪70年代末,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,和美国从原先的盟友关系,变为敌对国家。 以色列为了跟随美国的脚步,也开始和伊朗交捂。 伊伊两国的矛盾就此出现。 在此之后,伊朗开始在中东以各种方式支援以色列的敌人哈马斯、 黎巴嫩真主党、叙利亚政府等军事力量的行动。 一方面帮助扩大自身在中东影响力, 另一方面也在打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。 除此之外,由于在2015年签订了伊核协议, 伊朗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。 以色列成为了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 在军事力量上的不对等给伊朗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威胁。 伊朗国防部多次明确警告以色列一旦对伊朗发动核武器, 将全力给予反击。 据专家分析, 伊伊两国矛盾激增, 加上以色列在中东拥有多支强大的特种部队。 此次在阿联酋的爆炸事件, 很有可能是针对伊朗而专门发动的恐怖袭击。 如果伊朗证实是以色列出动特种兵部队所为, 目的是让伊朗成为中东其他国家的敌人, 从而统一站在支援美国打击伊朗的阵线。 最后伊朗也一定会采取对以色列的反击。